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始 启示 左右野马分钟 太极拳的步法要求迈步如猫形 基本上初步都是以脚跟先落地 再踏实脚尖 这样一方面是符合人体的正常形态和初步的规律 另一方面通过脚踝的松扣 这样的活动也是刺激下肢的经络 有效步 二 重心保持平稳 不要有起落之感 手挥皮把后座引手 微微右转再向左 合 倒卷红 两脚注意不要踩在一条直线上 手致旋转 手臂不停地螺旋拧转 也是刺激各条经络 疏通血管 常说通而不通 通而不通 那么通过这种 有意义的锦络可以使我们的经络疏通 也就减少了疾病 疾 彭履挤暗 那还揽雀尾 单边扣脚 摆掌 向右云摆 收脚勾手 身体正直 如果前面有些课您错过的话 借此机会可以正好补上 二 三 开步单边 高探马 右手前推 左手回收到腹前 搭手 分掌收脚合手 好 双封罐 扣脚 扣脚幅度要大 下式 膝关节外展 宽关节放松 扣脚起身 提手 调掌 刚练太极拳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放慢速度 不要着急 落脚抱球 公布架推 注意 注意 旋致 旋致外翻 上手旋致外翻 提手立圆 闪通臂 气力通达于手致 转身 斑蓝锤 注意 脚的摆扣 和 虚实的转变 练练 练练不断 收拾 请� tube 入院 收拾 练 Understand arden 淡 刀 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